这次就想说,当计仅加减乘除,但符号这次不是等于,而是一个不等符号的人 我们会怎样处理呢? 首先科幅,不等符号包括你对,对不对? 他们有这两条定律,在讲Equality的第一课的人已经讲过了 例如,当我们看到有A大过B的人,倒回来看,也有B小过A 这个下面是大小符号倒转的 下面那条就是说,如果有A大过B,而且同时B大过C的话 那我们就有A大过C,这个也是一件事 那对于加减数的人又会怎样呢? 那...就像这里,有A大过B 那如果两者同时加同一个,或者同时减同一个数的话呢? 那大那边仍然都是大的,保持住大 无论选择同一个数都是一样的 因为小那边都是会选择同一个数嘛 那大那边仍然都是保持大的 那如果... 那如果... 那不是如果... 那大家可以试一下扑一些数下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条... law work不 work 那呢,乘法的话呢? 如果乘以... 一个正数的话,例如... 正2啦 A大过B,我随便扑 加法就被自己扑 那乘法,我在这里... 可以帮大家扑一扑,看看 例如... 5大过3那样 那正2,乘下去浸泄条件之后呢? 我们会有5乘以2得10 2乘以3得6 对不对? 两个都是正的,对不对? 那10大过6 那很合理啊,对不对? 那,随数呢 就等大家自己扑了 我扑完这个乘数先 那如果C小过0,负数的话呢? 我照样用拿回这个例子 又是5大过3 但是这次呢 我们就会倒转这个符号 有没有留意这里? 倒转这个是大于 下面这个是小于 因为5 5乘以这个负2 乘以这个负2 就会变成负10 3乘以这个负2 就会变成负6 那这次呢 负10呢 就是在数族上小个负6的 那就是这样了 那随数呢 又交给大家自己尝试一下了 那这个就是 当 加减数 当加减数 和乘除数 各自遇上同一个数 即是尼斯啊 在这 同时 同时是 对同一个数 进行某种运算的人 会怎样的? 那如果对于不同的数呢 即是好像大家看到这里 这次又有C又有D 那我们会怎样玩呢? 如果有两条equality 对不对? 那我们将大那边 即是这个case A和C 两个大的商家 就会得出A和C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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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小的商家 就会得出B加D 那咯? 那咯? 在这条equality 就告诉我们 两个大的加起来 就会大过 两个小的加起来 对不对? OK啦 这条没问题啦 那咯? 这条同样的py 在乘数那里都可以 例如A A大过B 那C呢? 这次呢? 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个有条件的 C大过D 是要大过0的 如果有负数的话 就会不同的玩法 就好像之前说过 如果大家同时乘以 一个小的数的话 就会不同的 那咯? A大过B 同样道理 今次大那个 又是乘以大那个 小那个 乘以小那个 那两个大的积 就当然大过2个小的积 对不对? 那呢? 讲多一点点 深水清的朋友 其实这里呢 是可以加多一个term A加C 可以大过 某一个term 跟着才大过B加D 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研究一下 在这里暂时 不多 不想混淆大家 那这些留给深水清的朋友 那呢? 我今次就讲了 上面这一条是加法 下面这一条是乘法 下面这一条是乘法 那呢? 遇到减法呢 有不同玩法 今次 这里讲的是 一个大的数 大 是吧? 要减 今次不是大 今次要减小的数 大减小 固定在一起 大减小 我们才可以guarantee 它 一个小的数 减一个大的数 大减小 大于 小减大 那为什么之前那条不合适呢?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例如我们有 9 大于 4 然后 8 大于 1 这两条都是valid的 9是大于小 8是大于1 那你说如果我们用之前的那条 例如 要用这个减这个的呢? 9 8 是1 下面我们有 4 1 是3 那你可不可以说大那个双减 就会大于小的两个双减呢? 那在这个Case是不合适的 大那两个双减呢 就等于1 那很明显1 是小于 4 减于1 4 小那两个双减 就是4减1 就是3 所以在这个Case 就不成立的 在这个Case是不成立的 那 那呢? 所以如果双减的话 就要一个大的 减一个小的 那它就会 一定 Garantee这个符号 是绝对的 Garantee 它前面这一部分 大于 这个小的那部分 减一个大的那部分 那大家有空 可以拍些数 如果大家有点混淆的话 双随的话 和 都是一样 和减一样 和减一样 所以这些是叫二向 因为要 大那个 拿小的那个 那这一条呢 就是 我们有个大数 大的 今次它要over 小的那个 D是小的 那我们可以说 Garantee这个符号 是对的 大于 小的那个 大那个 那就是这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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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大於另外一個 而且這兩個 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 是要大於0 乘在一起大於0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A 是正數 B要乘在一起都是0 所以它都是正數 如果A 是負數的話 B當然是負數 跟這一條不同的玩法 講完下面的條件 如果見到兩個 A乘以B是小於0的話 就是說 如果A是正數的話 B就要負數 因為兩個乘在一起 才會小於0 而倒轉 A是負數的人 B就是正數 這次又舉個例子 例如 又是5大於3 在這個個案 我們就有 5分1 5分1 是小於3分1 同樣道理 如果這次 是5 大於 因為一個要負數 這次拿負數 那拿到Recipical 變成什麼呢? 就是5分1 大於 負3分1 因為 無論這個東西再小也好 它仍然都是正數 在這裡 沒錯 這個東西再小也好 無論點細法也好 左手邊的部分都是正數 而右手邊的部分 看它再大也好 它都是負數 那正數呢 永遠都比負數大 有嗎? 不等息呢 的加減成趣 就講到這裡 再到